各位同志们 大家好 我是苏联源头顾 杨天迪 今天是12月16号 礼拜一 台股在今天是开低之后 后面就维持在高档震荡 蛮厉害的 蛮厉害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关键点 今天其实加权指数的涨幅是比较小的 我们维持在高档震荡 我待会用整个结构面跟你谈 今天谁比较强呢 OTC 开高之后往上拉 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啊 当大盘加权指数在大涨的时候 中小星谷在沙板 当加权指数涨起来比较没有利器的时候 内置就回来了 很简单嘛 这个概念上我们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其实也不是突然啊 本来就是这样 你指数一直往上涨 你台积电一直在贡献力量 那一般的阻力是不会进来的 为什么 因为你指数在喷出嘛 当台积电休息之后 那个中小星谷就开始活跃了 对吧 今天有几个族群活跃 来 第一个叫面板 第二个叫散热 第三个叫细晶圆 第四个叫记忆体嘛 有一点我就不谈了 好 这四大族群里面都是低基期的 有没有 面板相对低基期啦 现在已经开始喷出了 面板矽晶圆 矽晶圆低基期啊 然后记忆体低基期啊 所谓低基期就是他们经过一个回档修正 那散热呢也经过中断整理 然后到今天由谁谁来带623你的操纵呢 你看就好了 这个经过修正 经过拉回回到了合理的一个本益笔区间 当时290跟你讲会修正回来 修正到了193之后呢 回到合理本益笔区间不跌了 然后在今天拉起来 经过一个大修正 对吧 修正的时间三个月 好 散热部分我觉得我们并没有买了 但是我是跟各位谈就是 你股这个所谓的经过修正之后 那个基期变低之后 它的骨架自然就会上去 好 散热不谈 然后呢 面板 面板我也不喜欢 所以我的重心在哪里 记忆体跟细晶圆 对 我的重心就在记忆体跟细晶圆 那面板为什么会涨 这个敲的还蛮厉害的 来 面板为什么会涨 目前的面板在涨 涨它 因为它的位阶不高啦 你把它缩小来看就知道 位阶并不高 好 所以基本上就是开始在做一个补涨的一个结构 好 这第一个低基期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今天报章媒体有的新闻 就是面板 TV面板 就电视面板准备涨价两成 好 加速了面板股价的往上大涨 这有点像台积电哦 喷个两三天大概就结束了 好 就休息 不要说要结束 好 就可能要休息啊 你们稍微留意一下这种大型股票 那 媒体是说电视面板涨价两成 下个季度哦 不是这个季度 下个季度 下个季度涨两成之后 它会回到现金成本 很多人就搞不太懂了 回到现金成本就转过原因吗 不是哦 还在亏损 好 一家公司要不要继续生产 在于我生产出去的报价 我的产品的报价 能不能cover我这个所谓的现金成本 好 我先这样讲 先回到现金成本还是在亏损 可是亏损有两种嘛 跟思思不一样 好 亏损有两种 哪两种 一种就是我不生产也亏损 但是我生产也亏损 但是我生产的时候亏损比较小 你懂为什么 虽然我亏损 我为什么还要继续生产 我亏损 我生产会比不生产亏损来的少 一般的一个成本包括什么 固定成本跟变动成本 对 我不生产 我除了要支付变动成本 变动成本就是人工什么管销费用之类的 我的固定成本 譬如说我有折旧 我的固定成本还是要去做一个摊销嘛 所以我不生产 我有两大损失 一大损失是固定成本 一大损失是变动成本 我生产如果可以cover我的固定成本 那我损失的就是变动成本而已 对吧 我损失就会变动成本 所以我的损失会比较小 所以当面板的这个报价回到现金成本 面板就会开始生产 现在因为报价是跌破现金成本 那你越生产是越不利 你越生产你越亏嘛 那不如不生产 懂吗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包括京东方 包括三星都在 都在什么 都在减产 不减产不行 我不减产这个报价没有办法止跌 报价没有办法止跌 我继续生产 我是越输越多 越亏越多 对吧 所以我要让它报价回到某一个价位 回到现金成本之上 我再来生产 可是回到现金成本是赚钱吗 不是 还是在亏损 只是会亏损比较小而已 所以面板我虽然不喜欢 但是你要稍微了解它的一个概念 所以基本上有点转机性质 题材性 不是转机 就算回到现金成本也不会赚钱 还是亏损的 只是亏损会cover 就是我生产之后会cover掉固定成本 所以我可能支付的一个亏损会比较小 所以我的重心是放在记忆体跟细晶元 对吧 好 那今天的记忆体很强 对 我们的威刚57块买了 今天已经来到68了 好 57到 涨了11块嘛 我买57已经高了 它其实真正起涨是51 我是买了这一天 所以我买57其实已经高了 但为什么还是一直往上涨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道理 我一刚往上涨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嘛 这是什么原因 它做什么 它做低润模组 它做Name Flash模组 对吧 然后根据机构的预测 明年的低润会成长12% 明年的Name Flash会成长19% 好 那既然会成长 我之前跟各位谈过 生产商做颗粒的部分 那它可能要等到合约价调涨 它才有机会获利 比如说南亚科 华邦店 这个需要什么 需要这个合约价调整 你现化价格往上涨的过程当中 谁最先受惠 拥有库存的 谁会拥有库存 模组厂 所以威刚在低价的时候买了很多的库存 买了很多的颗粒 所以当报价上来的时候 它第一个受惠 我之前跟各位谈过这种 类似这样的一个解析循环股 有没有 那个报价在往上涨的过程当中 一定是最下游的会先受惠 叫做上瘦下肥 这观念要有 跌价的时候谁会受害 因为生产商会有合约价保护 那个现化价跌下去 那威刚会受害 模组厂会受害 所以跌价的时候 模组厂通常会比较受害 所以你会发现威刚的股价比较容易暴涨暴跌 威刚创建这一类的模组厂就是比较容易暴涨暴跌 原因在这边 你们要了解到这个产业的特性 你才知道怎么去做 那我现在要开始复苏了 报价开始上扬了 你一定先买模组厂嘛 虽然南亚科也很厉害 生产商也很厉害 但我买的是威刚跟群联 对吧 那买威刚的原因是因为威刚的 不是今天买 我57块买了 今天已经来到68了 好 买威刚的原因是因为两个原因嘛 一个原因就是我刚才谈到基本面的部分 然后呢 对 就是明年要成长 它是酷 它是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模组厂水收回 另外一个原因 它姓陈 当当的你很厉害 对 我刚才的老董叫陈力白 当当的你这么厉害 这个 对 国具的老董叫陈泰明 这两个诚信的老董都很厉害 你们厉害 就非常厉害 当时我买230 有没有 國巨啪 給我漲得上來 我被他洗掉了 我在大跌的前一天我賣了308 前兩天我跌破月線我就賣掉 好 大跌我本來以為還沾沾自喜 還好我308賣掉 230買308賣掉 後來跳空漲停 幫我們就上去 好 我們先不談這個 替外化 所以你回來看一下 就等於說 威剛為什麼那麼厲害 很多沒有搞懂 就這麼簡單 你模組廠的部分會有低價庫存 當價格報價往上漲的過程當中 有低價庫存都會最先受惠 那合約價要現貨價漲上來之後 合約價才會漲 那為什麼群聯會比較慢 除了合約價之外 當然他有模組 他有模組 所以他在四五月份的時候 買了很多的低價庫 顆粒 那目前他也受惠 所以你看他第三季單季賺了8.28元 那最近的股價呢 最近的股價沒有什麼大上去 我們買在280的 那最近的股價沒有什麼大上去 原因在哪裡 原因只有一個 投保中心又告他 我發現一件事情 我只要那個景氣轉好往上跑 那投保中心的那個利空就出來 就來干擾 好啦 那投保中心說為了幫投資人這個 爭取權益了 對啊 那對我們持有的人來講就是受害了 但是這個東西我們來思考一個邏輯 投保中心說這個群聯的勞動違反證交法 所以基本上要去求償6.97億 好 我們用最壞的狀況來判斷 6.97億大概多少錢 EPS影響3塊半 就每股獲利影響到3塊半 原先我們當時280在買群聯的時候 我們預估群聯可以賺21塊 後來群聯的第三季 所以優於我們的預期 所以我們把整個EPS的一個預測 往上提到了24塊到25塊之間 那如果說你要影響到這個最差狀況 我賠給你6.97億 那基本上就回到21塊 從24塊半你扣3塊半不是回到21塊 那我們買280還是對的 好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這件事情根據群聯的說法 他們的律師說法 他已經過了追溯期了 第三件事情 去年為什麼查那麼久都沒有事 因為他沒有任何一毛錢 去流進潘董的口袋 沒有 不過他確實做了一些轉帳的一些東西 但是沒有任何一毛錢流進潘董 如果流進潘董口袋裡面 一定被抓起來關 這不用討論 所以你說是幫投資人 投保中心應該幫投資人 去爭取權益吧 現在看起來好像是幫突英爭取權益 對啊 去幫放空的看壞的去爭取權益 好 不管如何去年是一家很賺錢的公司 也是一個基歐的公司 那基本上來看的話 目前的股價位置也不高 所以我就續報了 雖然有這個利空存在 但是我基本上是沒有賣 沒有賣 當然因為都在我成本之上 第二個部分我認為這是 這是屬於干擾式的 你基本面的部分 Name Flash明年要成長19% 好 所以呢 嚴格說起來 這個地方的結構 這是記憶體嘛 記憶體就是威剛跟曲年 我目前有的 之前有做一個儀頂 有做儀頂 152買158賣 150再買158又再賣 為什麼 因為我買高了嘛 我買152就買高了 所以我就做了兩趟的一個價差 那後來沒有接回來 是因為他的十一月 十一月營收不好 所以我就沒有接回來 那目前持有的是 八二九九去年 兩百八兩百九都有 然後再來就是3260的威剛 57塊買了今天來了68 好 那本週的大盤會怎麼走 我該講 除了記憶體之外 還有一個矽晶元 矽晶元還沒漲 現在記憶體上來了 算上來了嗎 威剛已經算上來了 我們看一下威剛 威剛算已經漲上來了 對 就一直在往上漲 那矽晶元會不會漲 矽晶元跟記憶體有一個 你去了解採頁面 你就會知道了 他們在第四季末 庫存調整會佔高於段落 就是我們知道的一個狀況 庫存調整佔高於段落 是記憶體跟矽晶元式 好 記不記得我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跟各位談過 我說當時被動元件要買 要買什麼 要買第三季末 矽晶要買第四季末 有沒有 記憶體要買第四季末 你如果去看紀念年初 我跟各位的想法 我的講法就是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就是我的做法 就這麼簡單 所以你看一下 當時我在買國具的時候 我是買在9月2號 國具是8月30號漲上來的 對我是看它漲上來之後 我確認了 我在9月2號跳進去230 9月2號跳進去 就是我這個鼠標的位置 當時我的想法是 被動元件第三季末庫存調整佔高於段落 所以它應該會有一波反彈行情 而且是一個比較大的反彈行情 結果真的從200 這個應該算203 我們就用我們的一個成本 230後來漲到哪裡 380 漲到現在已經來到380 對我308賣掉 現在已經漲到380 是不是漲了一段 對吧 從9月份開始起漲 好不好 從9月份開始起漲 已經漲到12月 如果被動 我們的邏輯很簡單 如果被動元件第三季末庫存調整佔高於段落 股價可以從9月份開始起漲 漲到12月 漲到11月了 因為大部分的被動元件都漲不動 除了國具還在漲 漲到11月的話 九十十一三個月 那我們各位 記憶體 第四季末庫存調整佔高於段落 會不會開始漲三個月 我們不要說三個月 漲一段可不可以 可以啊 它正在漲 對吧 這威剛正在漲 這邏輯很簡單啊 你庫存調整佔高於段落 你就會漲一段的話 那被動元件可以 記憶體為什麼不行 細晶圓為什麼不行 我核金到現在都還沒什麼 還沒什麼漲 我只是小賺而已 我還沒有漲耶 對吧 因為我買來這一天嘛 我忘了買這邊位置了 就買在三十六塊以下 好三十五塊半左右啊 好那你回頭想一件事情 我只賺五 我只賺六嘛 五毛錢而已 那基本上你可以看一個東西 它有沒有大漲 沒有啊 可是它第四季末庫存調整佔高於段落啊 會有一段嗎 我的想法很簡單啊 被動元件會有一段 細晶圓就會有一段 記憶體會有一段嗎 好 所以我想目前的結構 我來下一個結論 下一個結論 目前是以半導體的復甦為一個主軸 以半導體復甦為主軸 好你要怎麼去觀察呢 這一次的半導體的復甦是全面性的 今年全球的半導體是衰退了13% 台灣是逆勢成長0.1% 台灣為什麼會逆勢成長 我們有台積電嘛 好全球是衰退13% 今年的半導體產業 明年的半導體產業 會成長5%到10% 這機構的預測 這機構的預測 所以如果明年的半導體產業 會復甦的話 是不是跟半導體相關的個股 就要開始注意了 對 我從最上游到最下游跟各位談 好 所以這一波的復甦 它是全面性的 所謂全面性就是 它不是只有你晶圓代工復甦 它包含什麼CIS CIS是什麼 圖像感測器 包含了電源管理IC 包含了指紋辨識晶片 談到指紋辨識晶片 我的易龍電在今天終於佔上了月限 沒有什麼大漲 但終於佔上月限 你還有啊 對我買了80塊以下我就不理你了 對吧我買了80塊以下 我買了79塊多嘛 我就不理你了嘛 高成本的部分我都出掉了 那85塊的成本都出掉了 都賺錢出的 那買在80塊以下的成本 我就不動了 那到今天已經來了 好 開始要復甦了嘛 我賣你幹嘛 我正在想要不要再帶進來 不過它量太小我就不想帶了 這個看起來沒有什麼人氣 不過呢 指紋辨識IC要復甦了嘛 CIS 電源管理IC 指紋辨識晶片 包含了CMOS CMOS叫互補式金屬氧化物半導體 CMOS有誰 金像光金很強啊 為什麼那麼強 好 原因就在這邊 那另外呢 包含了IGBT IGBT的 對我們通常很難去記它的中文啊 它中文叫絕圓炸雙極電晶體 IGBT用在什麼 用在電動車的 IGBT 一般會用的就是六吋左右的矽晶圓 所以加金在往上漲 好 這個各個觀念 那相比之下為什麼會那麼厲害 第一個5G 第二個AI 第三個物聯網 物聯網就是車聯網 車聯網就是跟電動車相關 所以開始在復甦 它是全面性的復甦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呢 很簡單 我們用半導體為一個軸心做一個主軸 好 在上游的部分 半導體復甦為主軸 我們從上游到下游包含了矽智材 包含了IC設計 今天的莫斯飛動 包含IC設計 包含矽晶圓 包含記憶體 晶圓代工 設備 設備大家都清楚 都已經大漲上去了 那我的設備股值只有這一檔 我後來買了這個六七塊買的旺系 最近的高點在84 那今天收盤是80塊 對啊 我為什麼會去買這一股票 就是我看好的方向在這邊 然後到後面封測 我再講一次 半導體復甦為主軸 從矽智材 IC設計 矽晶圓 記憶體 晶圓代工設備 到封測 有沒有 創新高 好 封測 然後到台積大聯盟 好 所以我想這一系列裡面 你圍繞在半導體裡面去找機會 就相對就比較具有契機了 所以我想我也會往這邊方向去走 但重要的關鍵點是 要怎麼去找到它的機會點 它有不同的階段去輪動 現在在漲記憶體 這個是低潤封測有沒有 歷程 為什麼那麼厲害 它是低潤封測 前兩天不是3711的日月頭 今天休息 先讓人家噴出來 那日月頭為什麼厲害 邏輯IC風色 有沒有 你們發現到 不管你是記憶體的還是邏輯IC的 都開始做了啟動的一個動作 所以相比之下的話 未來我們在選擇的方向裡面 我再講一次 我們可選擇的範圍很大 但主軸放在記憶體跟吸晶圓 因為它在第四季的庫存調整 佔高一段落 我認為會有一段的航行 所以目前我們持有的叫核金 將來看會不會有新的一些 這個矽晶圓再進來 那買核金的原因是 它的主軸是在8吋 它主要是8吋矽晶圓 然後再來就是6吋矽晶圓 那6吋矽晶圓當然就跟它競爭者 3016加晶就在競爭了 那就是競爭 那8吋裡面 那就是核金最大 那環球晶呢 環球晶是 對它是 環球晶也很厲害 它好像從2吋都有 2吋到12吋 但是不管如何 比重比較大的 8吋比重比較大的是核金 那6吋比重比較大的是3016加晶 大概的概念是這樣 所以包括和壘 所以我想 矽晶圓的部分 目前是以8吋先復甦 好 所以我會先買核金原因在這邊 那將來復甦的力道 開始擴散的話 我們再看看環球晶要不要買 或者是加晶的部分 要不要去做一些選擇 那這是未來的部分 那目前我以核金為主 所以基本上 旁邊的結構 你只要去掌握到 主流在輪動的姿態就行了 那這個輪動 我再講一次 現在的階段主流 叫做半導體 好 半導體 所以細製材 IC設計 細晶圓 記憶體 代工 設備 封測 包括台積大聯盟 都會是我們後面開始重點 布局的一個方向 也歡迎各位可以跟上腳步 先見收看 年同時間再見 拜拜